目前的卡贴13pm在小羊家已经跌至3999 那么无锁的13pm的话也跌破了5000大关 那么如果说是你的话你会考虑哪款呢 相信大家最关心的无非就两点 第一点卡贴的续航到底怎么样 第二点的话就是信号问题 那么小羊也在这段时间将自用的这台无锁的13pm换成了卡贴版本 先说续航方面 总结就是一个字 跟无锁的体验误差的话不会大于一个小时 按照小羊每天的上下班顺序 早上先是回复粉丝的消息 中午打一个小时的游戏 下午基本上就是用来拍视频 那么到了下班时间的话 电量还能剩下30% 综合算下来的话也有9个小时的续航水平 而信号方面呢也确实是之前卡贴机的一大弊端 所以说这次不谈体验直接上手测试 我们直接找了两处极限场景 来去测试一下卡贴和无锁13pm的一个信号 其实厕所我们同时打开测速 最终卡贴率先完成 稳定性甚至比无锁的还要好 接下来的话就是地下三层车库 虽然说成绩不怎么理想 但是卡贴还是要小胜无锁的13pm 最后总结一下卡贴的13pm对比无锁 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说你是追求性价比的话 可以考虑入手 但是说你实在不考虑卡贴的 那么你也可以看一下小杨手上 这个无锁的13pm 1TB的 屏幕的话带了一个小彩点 这个的话4799就可以安排 吃饭 感 livro